好,我们回来,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个叫做自动管理安度,叫做AUM,就是automatic安度management,就是Oracle从9i开始的一个技术,就是可以自动的来进行回滚断的管理。 那么在9i之前呢,可能这个对大家来讲比较久远的事情啊,在8i的时候,手工创建回滚断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啊,建了数据库之后就需要手工去建回滚断啊,当时这都是一套流程下来的,所以如果你用过8i的话呢,那么呢,这个你应该知道。 比如说,那个你在8i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建回滚断,需要这种的,用这种方式啊,要建一系列的回滚断,RBS1啊,RBS2啊,一直得得得,建了很多,那个,建完之后啊,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建几个回滚断比较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时是考虑的考验这个DBA的能力的一个很很很很关键的一个地方,而且为了这个建多少回滚断,曾经也有无数的这个争论,呃,这里头涉及到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涉及到你这个并发,是吧,你的这个事物,你的绘画术,你的这个事物术啊,因为事物要使用回滚断嘛,是吧,你事物越多,那么需要的回滚断就越多,那你就有回滚断的供给啊,就需要越多,越充分,越充足, 否则的话,回滚断不足,或者说回滚断不能扩展,很可能就把这个事物都会阻塞住,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难题,就是设计多少回滚断,当然了,你这个回滚断也可以,现件都来得及,但是我们当时作为一个,DBA的一个,你的一个技能要求啊,你需要知道这个,这个回滚断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当时,关于这个回滚断就讨论了很深,为什么讨论很深呢,因为需要手工管理嘛,需要你自己清楚回滚断,究竟见几个,那么见几个就需要你知道回滚断内部的机制,回滚断里面的数据啊,事物是怎么写在回滚断上的,以及回滚断的空间是怎么分配的,你只有,只有把这些东西搞得很清楚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多少,一个回滚断能承担多少事物的操作啊,这一系列的东西 因此呢,当时这个是,反正是那个,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挺搞的事情 它的弊端就是这样的,我们要考虑回滚断的一个个数啊,对吧,你要建立多少回滚断,你要想清楚,这里头涉及到是,是系统的事物,事物数量啊,并发数量啊,一系列这些,一些情况 还有一些这个每个事物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数据量啊,这都会影响你的回滚断的这个大小和个数 那另外呀,还考虑回滚断的存储设置啊,回滚断存储设置,我们那时候指的是一些,就叫storage那个参数嘛啊,storage那个参数 就是你是否要设的合理啊,回滚断的扩展,每次初始多少多大,然后下一个多大一系列这些参数都要设置 呃,从那个Org9i开始呢,这个问题变得比较简单了,就是Org使用了自动断管理,自动回滚断管理的一个技术啊,就是这个 呃,这个从Org11g开始呢,他把这个更加强化了,就是说他要求你在这个建数据库的时候呢,必须要同时创建一个安度表空间 也就是说,这个安度,呃,表空间,呃,变成数据库不可分分割的一部分了,就是在数据库第一次创建的时候,你就要给出一个安度来 这也就是Org9o这个自动管理的一个一个要求啊,呃,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呃,它的优点就是Org9o能够根据你的业务的需求啊,它会自动的创建新的回滚断啊,或者将过多的回滚断离线,也就是收回 呃,这个是Org9o自动这个,呃,操作的事情,然后另外呢,Org9o还可以自动的管理这个数据安度上数据的保留时间 什么叫安度上的数据保留时间,也就是说安度上的数据嘛,我们之前讲过了,它,它因为安度是一个循环写的一个过程嘛,是吧 啊,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啊,一个循环写的,呃,那么你数据在在覆盖之前呢,允许你设定一个保留值啊,你可以保留多长时间啊,这样的话也便于你一些一些目的 比如说你可以为了一致性读啊,或者说为了这个Flashback啊,就是说回闪啊,这种啊,这种这种操作啊,关于Flashback呢,我们也有一节课要不讲啊,在这就不多做解释了啊,Flashback这种都需要用到这个回滚断 因此呢,这个自动管理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啊,就是你不需要人工的再去看啊,一些那个,呃,一些他的,不需要人工的去,呃,过多的去考虑一些业务相关的一些东西 呃,说到这个地方呢,其实每次我只要看到一个Automatic,现在都有一点过敏啊,每次看到一个Automatic,就是呃,内心深处啊 作为一个老的DV,内心深处啊,不免有一种轻轻的,一种无奈的叹息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就是说,呃,什么意思呢,呃,就是你比如说当年,我们当年还,呃,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了啊,当年我们学DOS,知道啊,当时,当年学DOS的时候从3.1哈,这样的,啊,这样的一直学过来,3.2这样的学过来 啊,然后后来Windows出现之后啊,Windows95嘛,当时惊艳的就登场了,呃,登场之后啊,那个界面极其华丽啊,那动一下鼠标就可以操作了,呃,这给这个,一些所谓的DOS高手们压力极大啊,因为大家,你知道大家学了很长时间的DOS啊,里面很多命令啊, 啊,包括每个命令的参数啊,大家都,都很熟,我当时还记得我,我也,也,把一些很多这个,呃,命令研究得很深,比如说叫attribute,呃,attribute吧,好像就是一个属性的意思啊,呃,就是给一个对象,呃,修改它的属性,我们知道现在对一个对象点右键就可以改它的属性啊,当年就用这个命令啊,它有好多个参数啊,当时觉得很了不起,那时候会,会用这个命令啊,也很愿意, 在别人面前炫耀,后来windows来了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抵触啊,啊,抵触说的,说的好听一点是抵触,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有点,这个,呃,哭着喊着那种的,就是不要,windows是,呃,是不可能代替DOS的,然后它只是一个给一些不会用电脑的人使用的,真正的电脑高手还必须使用DOS,这个就是当时那种流行的口号,呃,说到这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到这个自动管理的时候, 为面也不免发出这种的,呃,左右不了,但是又非常不甘心的那样的一种,呃,内心深处的一种,一种呐喊啊,呃,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自动管理,是吧,我们在,刚才已经说了,在8i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回滚段的研究,呃,不可谓不深,啊,是吧,深到了很深,啊,对里面的一些很多机制啊,都,都,都进行了很深入的讨论,但是到这个地方呢,你突然一下子, 把它给搞成自动管理了,虽然你还是知道里面一些机制呢,但是真的你,你的那个用武之地就不太多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也看到一个趋势啊,就是那个,呃,内存啊,也是一点一点的,你知道我们在8i的时候,内存要设到什么程度啊,SGA,不光是SGA啊,SGA里面我们要设这个,这个Buffer Catch,Buffer Catch,啊,不是,对不起啊,我以前总说Buffer Catch,后来一个同学给我提, 提出来了啊,这个叫Buffer Catch,啊,我,我说错了,啊,对,那以后就改过来,叫Buffer Catch,那个Buffer Catch,这个SGA里的每一个这个组件,你都要设置的,呃,Buffer Catch,是吧,是多大,然后呢,数据块是多大,还有Shareport是多大,啊,甚至那时候还有那个排序区啊,Salt,还有Salt Area,啊,Salt Area是多大啊,这些东西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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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无巨细啊,都需要DBA来设置,所以当你, 今年的DBA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啊,就是,它可以,如果你,你很牛的话呢,那这些东西你就很厉害啊,你会把每一个内存,啊,都设得很好,让人肃然起见,但是到了9i,啊,9i提出了一个,这个,PGA,是吧, 啊,PGA Aggregate Target,啊,9i PGA自动管理了,所以你这时候不用再设什么Salt Area,这些东西了,啊,到了10G,啊,这个SGA Target出来了,你也不需要,不需要设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呃,Buffer Catch,啊,Shareport,啊,这些东西不用设了,啊,Oracle又给你自动管理起来了,你只要分一大块内存给它,就可以了,到了11G,啊,真的是灾难就降了, Memory Target出现了,啊,这个,PGA和SGA都不需要设了,你整个给Oracle分配,整个给Oracle实力,扔一大块内存给它,就好了,嗯,这个,里面的东西你都不用管,Oracle自己来管了,你只要有一些动态的视图,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合理就可以了,自动,这个Automatic这个过程啊,看起来是不可避免,Oracle是铁了心的,是要把这个, 这个东西往自动化方向做,还有我们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内存和这个,回滚段,还有这个文件的管理,存储的管理也是,当年的之后,你知道我们设存储的时候,还要考虑每个表空间,建几个数据文件,啊,每个数据文件分布在不同的磁盘上,就为了避免这个IO平衡,啊,当年这些东西都要讨论半天, 现在这个ASM一出现,啊,什么都没有了,啊,所有的以前的东西都,都,都,都没有用,灰飞烟灭,我们只要把一大块存储,不管你有多少个通道啊,总之你把这一大块存储给这个Oracle,ASM这个实力,那么ASM实力,能够很好地把这个数据平衡地放到各个存储上面去,不需要你手工再去考虑它的平衡了,啊, 你只要考虑它的那个安全性就可以了,因此啊,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说一些题外话,也就是跟大家共同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一个话题啊,或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说,Oracle它的这个管理,啊,是这个越来越智能了,嗯,我觉得这些智能里面,如果说不够智能的话,我觉得这个CBO还不太够智能啊,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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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化器这个东西,它离这个,真正的了解我们的业务,它还有很长很长的路,因为CBO现在实际上就只是把一些数字,啊,那么,装到它的一个数学模型里面去算出一个代价了,但是,它并不了解我们这条SQL语句,它真正的这个,背,背后的这个业务的含义,就是说,它不了解用户发出这条SQL,它想干什么,啊,这个也就,它就不能真正的理解用户的用途,啊,呃,这个呢,需要很长的路, 但是其他的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回滚段的自动管理啊,SGA啊,呃,PGA啊,或者Memory啊,或者ASM存储啊,这个都已经很不错了,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到这个自动化是一个趋势,因此呢,我们,我在很多课上已经说了,呃,单纯的这个,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数据库上,单纯的一台数据库上去搞它,嗯,已经,呃,没有前途了,啊,这很可能是一条, 死路,你不能够再这样走了,你必须,DBA当然这个角色会长期存在,你应该转变一下,你应该要把你的这个,呃,你的这个数据库和你的业务结合起来,就是站在这个用户的角度上,站在你的业务的角度上,怎么样去高效的发挥你数据库的一个效能,呃, 那实际上在2010年,2010年的时候,我在写第一本书,让Oracle跑得更快,就是性能优化的时候,那时候市面上的关系,真正的意义上的讨论这个性能优化的书,还没有,所谓的一些性能优化都是在讨论一些很局部的一些这个技术点的这个,他们称之为性能优化,实际上性能优化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当时我就不愿意再写这个,呃,一些很很很具体的一些技术类的东西了,因为我认为很显然这是一个趋势,就是Oracle不需要你知道这些东西了,你应该把重心放在别的地方,如果你违背这个趋势,还要去自己硬搞的话呢,可能对你自己的职业生涯啊,不太有利,呃,因此呢,就说到这个地方,就多说了一些啊,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呃,不应该再再去对着一个数据库, 没完没了的去搞它的一些内部的东西啊,一些非常非常internal的东西,呃,那样,不能说它没有用啊,只能说,呃,好像这不是你,不是一个趋势,是吧,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数据库坏了嘛,你可以找Oracle的一些,这个,呃,support的来,来给你修,啊,你数据库坏了,它可以修,你可以在Metalink上发SR,它可以帮你把它搞定,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如果是, 基于你的业务层面做性能优化,Oracle的人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不懂你的业务啊,这个只能是你自己来懂,所以在这一块才能真正体现出你的价值来,因此在数据库这一块,我认为DBA的方向以后就是, 优化啊,像架构这个方向发展,或者说再和你的业务结合起来,这个站在业务的角度上来,呃,提出更好的,这个数据库方面的一些解决方案,哎,这个才是DBA以后的这个前途啊, 而不是研究一些internal的东西,internal的东西应该是Oracle公司自己去,自己有专门的公司,工程师去搞这个东西,而我们作为一个,呃,这个产品的使用者来说啊,我认为大可不必,啊, 好啊,我们说远了,我们来继续讲我们的这个安度啊,呃,关于安度的一些参数啊,呃,在那个数据库里有这样的三个参数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呃,第一个呢,安度management啊,这个就是这个安度的管理方式,默认是auto的,就是这个自动管理,你也可以把它设成manual的啊,手工管理, 如果是手工管理的话呢,那就和那个8i一样了,你就要手工啊,创建这种回滚段,一个一个的创建回滚段,呃,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太大用处啊,那你就自己,呃,就把它设成安度就行了,个人觉得安度还可以啊,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呃,这个安度retention啊,就是说,这个安度上面的数据保留多长时间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呃,因为这个安度上的数据不光是这个来回滚一个事物啊,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用途,比如说一致性的读取啊,比如说,如果你保留的时间比较少,就会出现我们之前讲的那个01555啊,那个,那个错误,非常非常的,呃,不好对付,非常非常的让人难受,你,你一个查询,查了一个多小时,眼见着就要出结果了,突然给你爆出一个01555啊,那,那种感觉非常不好, 但是呢,啊,这儿有一个需要,呃,要解释一下,就是安度retention,它虽然设了这个900秒,但实际上Oracle会动态的调整,从Oracle实际开始呢,Oracle就这个,这个,这个值呢,就不是一个确定的值了, 啊,虽然你设了这么多,Oracle只是用它来做一个参考,呃,随,随着你的这个数据,呃,也是业务的不断的变化,Oracle会,呃,会按照你的一个各种查询的这个时间长短呢, 然后来动态的调整,你这个retention的这个时间,最后,呃,目的就是让这个,呃,数据,第一个,又能支持这个查询的一致性读,啊,又呢,又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第三个,就是这个undotable space,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动态自动管理的,呃,这个自动管理的话呢,那你应该有一个undotable space, 因为,因为自动管理嘛,Oracle就会自己为你这个,创建这个回滚段,那么创建这个回滚段放在什么地方呢,啊,就放在由这个参数指定的这个tablespace这儿,啊,放在这儿,当然了,这个tablespace你可以,你可以建好几个,但是每次呢,只能在,只能,当前的啊,只能有一个,啊,就这样的,啊,这个就undot的三个参数,啊,这三个参数都比较好理解,呃,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undotable space,我们刚才讲了,它虽然会,呃,是一个保留时间,是吧,呃,而且Oracle也会动态的调整,但是呢,呃,Oracle不会,啊,不会保证,在这个时间范围里,它这个数据不会被覆盖, 就是说,虽然它,你设定了一个值,啊,比如说900秒,那么这个数据,呃,应该是保留900秒,但是在某种情况下,Oracle是不能这么做的, 就是说,当,这个,比如说这种情况,当这个undot空间不够的时候,就是说,呃,这个,呃, undot表空间,没有办法再去扩展,这时候呢,事物要去,呃,要请求新的空间的时候, Oracle觉得,这时候以其,让这个事物阻塞,或者说让它报错,还不如说,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数据覆盖掉, 更,呃,从站在业务角度上来讲,这样更有利于业务的这个执行,因此呢,就这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呃,未过期的数据,仍然给它覆盖了,就是,呃,它的前提是,Oracle没有其他办法了, Oracle没有办法申请新的空间了,比如说,你这个不能扩展了,不能扩展有两种可能,啊, 一种是你,它不是自动扩展的,啊,一种是此班空间,啊,满了,不允许它再扩展, 不论是哪种原因,就是,当这种条件不成立的时候,就是说空间不能对外,申请额外的空间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之前的那个,呃,数据,尽管它还不到900秒,但是要把它覆盖掉, 呃,下面这个图,啊,就是这样的,呃,这个,这个呢,哈, an expired undo blocks,啊,就是说这个没有过期的这个数据块,啊, 这个是已经过期的数据块,啊,那么已经过期的数据块肯定是可以覆盖的嘛, 所以这个叫an protection,protecting,啊,就没有保护,啊,就不受保护的这个数据块,啊, 这个是可以被覆盖的,但呢,这个没有过期的里面呢,也分成两部分,啊,就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呃,它现在空间不够了,呃,我这个过了期的, 已经全都用完了,已经覆盖光了,还是需要另外的空间, 而且,呃,从外面申请,已经申请不到了,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这时候它就会把一些,呃,没有过期的数据给它覆盖, 那这个覆盖当然也分了,那这部分,啊,这个数据是可以覆盖的, 这部分数据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它,的这个保护时间还没有到, 但是呢,这部分数据是committed的,呃,就是说它已经提交的,呃, 已经提交的意思就是事物已经提交了嘛,这个是这个数据已经生效了, 修改完成了,这时候呢,它不允许覆盖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它没有到期,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呃,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呢, Oracle是可以把这部分数据给它覆盖掉的,啊,这时候,啊, 即使没过期,这也是不受保护的,这部分数据, 那么这部分数据是受保护的是什么数据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uncommitted,啊,这是committed, 就是说提交了,那么这部分是uncommitted的呢, 就是未提交的,啊,未提交的数据, 未提交的肯定是不能覆盖,因为这里就涉及到这个事物的完整性的问题, 你这个没有提交的,你就给覆盖了,万一我用户回滚怎么办啊, 我回滚的数据从哪儿来,你把我没有提交的这个事物的数据都给覆盖了, 我一下子要回滚,没有,没有东西可以回滚了, 要回滚的数据被覆盖了,啊,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从这个一致性上就已经违背了, 因此这无论如何这部分数据是不能被覆盖的,啊, 这个就是这个,呃,关于这个,这个参数,啊, 就是说retation这个参数,这个参数可以应该多说一点啊, 就是关于这个数据,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呃, 呃,怎么样,保留多长时间,以及它怎么样的一种覆盖的情况, 就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呃,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如果你非要说, 我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查询,是吧, 我有一个很大的查询,我又要求你这时候这个回滚, 就给我保留这么长时间,比如保留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内也不能把它给覆盖了, 有一种办法,啊,就是这个,啊,强制让这个Undo table space给它设置一个属性,啊, guarantee,啊,guarantee,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属性呢, 就是让这个表空间无条件的给它保证,啊, 只要设了这个,啊,就是这个,这个语法,啊, Undo table space, undo tbs1,啊,retation,guarantee,啊,就是这时候呢, 哎,我这时候就完全不允许覆盖了, 即使这一块已经提交的,但是只要它时间没到,啊, 你就不可以覆盖,你哪怕你报错,你都不可以覆盖,啊, 这就是这条参数的这个,呃,威力啊,就是这样的, 当然了,把它,不让它这个取消的这个,这个属性呢, 就是no,啊,guarantee,啊,这样就把它给撤销掉了, 大家知道,知道这个,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就是说,还有一种方式,啊,允许它, 强制它不允许覆盖,只要时间没到的, 你就是不允许覆盖,就是给这个表空间, 加一个guarantee,啊,这种属性就可以了, 呃,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 安度相关的一些试图,啊,有一些试图,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第一个试图呢, 就是这个roll,啊,state,还有这个roll,name,啊, 这两个试图是非常老,啊,在这个8,啊, 7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我没用过8,8i,啊, 从这个时代呢,就有了这两个试图,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两个试图, 从这两个试图把它们两个关联起来,啊, 就这个usn,就是说,啊,这个an度,啊, 这个segment number,啊,就是说,回滚段, 回滚段号,啊,从这儿呢,就把他们两个, 通过这个试图把它们两个关联起来,啊, 就是这样的话就取到了这个,这个回滚段的一些名字, 以及他们的一些信息,啊,这个system, 这肯定不,没什么好说了, 就是一个数据库必须有自己的这个, 呃,系统的回滚段, 为什么需要系统的回滚段, 因为,呃,oracle, 需要系统做一些,做一些这个操作吗, 他为了防止你这个用户的回滚段突然不可用了, 那么这时候我系统还有一些, 因为系统其实, 即使有对一个数据库来讲, 我们什么都没做的时候, 他数据库本身后台还是在干一些活的, 对吧, 那干这些活他就要修改一些数据, 修改一些数据就会产生一些回滚, 因此呢, 他为了保证自己这方面的绝对安全, 他不要跟用户去, 去这个共同使用用户的这个回滚段, 他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系统回滚段, 啊,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叫system, 啊, 这个, 然后下面的这个一到十, 啊,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在这个自动, 啊, automatic, a, um, 啊, 这种方式下, 自动回滚, 安度management, 自动回滚段管理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呃, 从这个名字大家就看到, 这不是人起的名字啊, 这个就是他自动起的这样一个名字, 这样一个唯一的, 这么一个标识, 呃, 默认, Auraco会起十个, 十个回滚段, 十个回滚段呢, 他先起了十个之后呢, 你就开始跑你的业务了, 随着这个业务不断的, 这个用户不断的增加呢, Auraco这个回滚段呢, 可能也会不断的这个增加, 说11, 12, 13, 14, 14, 不断的增加, 那如果你的数据比较少的话, 他就会往回收了, 这样的啊, 对于这个回滚段, 你甚至可以手工的把它online或者offline, 就是alter rollback segment, 然后这加一个segment的name, 然后把它offline或者online, 这样也可以手工来操作这个东西, 这里头有一些这个信息, extense就是这个回滚段的大小嘛, 有多少个extense, 第一个有六个, 下面都是三个, 它开始分的都不太多嘛, 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管理的, RS这个就是说回滚段的尺寸是这么多, bytes是这么大的, 就这样的, shinks, shinks就是回收的次数, 就是说回滚段之前我们讲过了, 他有时候把一些已经提交了的事物的, 已经是inactive状态的一些分区, 我们可以把它合并, 这个叫做回收, 这个回收呢, 就是意味着, 如果这个shrinks比较高呢, 就说明你现在的业务不太大了, 是吧, 就不断的回收了, 你看啊, 这个都是零了, 这个ramps, ramp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说回滚段, 它是一个断对象嘛, 断对象里面是由这个, 一个, 这个extend构成的, 是吧, 那么呢, 它一个, 一个extend写满之后呢, 然后呢, 这个事物, 事物把一个, 一个extend写满之后呢, 它会接着去写下一个extend, 这个从这个extend, 然后切到下一个extend的, 这个动作啊, 我们称为rams啊, 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rams比较大了呢, 就说明你的这个事物量比较大, 是吧, 或者说你的事物比较多, 你从这个地方呢, 就能看出个大概了, 这个extend字, 这就扩展啊, 就是说你这个扩展了多少次, 就是说当这个, 原始我们不是分了这么大吗, 分了三个extend, 是吧, 如果三个extend不够的话呢, 我就去期外申请, 申请新的extend, 每申请一次呢, 这就会加一, 这就会这个扩展的次数, 对吧, 这个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Status啊, 就是这个Status, 就是这个回滚段的状态啊, 正常的情况是online的啊, 也可能是offline的啊, 这个是这个视图, 这个视图呢, 比较老, 很老很老的一个视图, 呃, 它的信息不太大, 呃, 现在呢, 是Oracle呢, 在9i的时候, 实际上就有了这个视图了, 这个视图是专门啊, 就是为这个回滚段的一些统计信息设立的, 他的, 他的这个, 呃, 信息更多, 然后呢, 他的更有价值啊, 呃, 就是这个视图, 这个视图是这样的, 呃, 这个视图里面呢, 保留了四天的数据啊,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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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10分钟会产生一个快照啊, 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的这个, 呃, AWR报告是吧, AWR报告是一个小时产生一次快照啊, 这个呢, 呃, 这个是每10分钟产生一次快照, 什么叫快照啊, 就是每10分钟啊, 就把这个信息做一次抓取啊, 这个快照嘛, snapshot, snapshot, 就是这个快照的意思, 就是当时那个那一点啊, 数据库的一个状态啊, 成为一个快照, 这个意思是每10分钟一个, 你看这个就能看出来啊, 这是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啊, 开始的时间啊, 你看是26, 16, 6, 是吧, 是这样的啊, 呃, 然后呢, 他还可以再早, 实际上再早四天之前的数据, 比如说啊, 那我们就保留到一个历史表里面啊, DBA, his啊, 在oracle里有很多his这些表啊, 你如果去看一些那个, 呃, 有个ash啊, 我们在新能优化里讲过ash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视图的时候呢, 他实际上就有很多history这个数据啊, 都来自于, 他很多信息都来自于这个history相关的一些数据, 啊, 这就是四天之前的, 我们可以查这个视图, 我们来看看这个视图啊, 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 dollar and do states, 这个视图他的信息就更, 更有价值一点啊, 比如说有什么信息呢, 呃, 这个, 呃, 这个啊, 这个就是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就是在这个, 这个时间段里面啊, 产生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产生了多少个回滚呢, 啊, 产生了这么多个一个回滚啊, 因为我的是自己的数据库嘛, 呃, 没什么业务啊, 呃, 这多少个事物呢, 啊, 是吧, 这个tx, 啊, tx在, 在数据库里就表示事物的意思啊, tx, 这就有多少个事物,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个事物, 然后呢, maxquerylens啊, 这就是说最大的一次查询啊, 他的所用的时间, 是吧, 这个你看这个都很有意义啊, 呃, 这个最大一次查询用的时间584秒, 啊, 是这样的, 然后, 啊, 这是最大的那次查询的ID啊, 你看他这个都, 都给那个, 给的很清晰,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去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sql一句, 你从这个,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的sql id啊, sql id, 你知道这个地方之后, 直接从sql id关联这个sql, 啊, 就可以把这条sql一句找到了啊, 啊, 这就是maxconcurrency啊, 就是说concurrency就是并发嘛,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最大的并发数, 啊, 我这个就没有了啊, 就是1啊, 呃, 这个是什么呀, sso的error count, 啊, 这个实际上是那个错误啊, 1555,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OIA1555, 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说出现了OIA1555的次数, 哎, 这个字段是比较有意义的啊, 呃, 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说你这儿出现了好多啊, OIA1555, 那就说明这个回滚段有问题了, 第一个, 你这个回滚段可能扩展不了了, 啊, 这个不足以这个, 让这个呃, 事物扩展, 事物没有地方扩展了, 是吧, 然后把以前的覆盖掉了, 呃, 这就会出现这个一致性读, 找不到那个, 他要找的那个数据块, 啊, 另外一种就是你这个retation啊, 刚才说的那个retation那个参数啊, 设的有问题, 他, 他那个只有问题, 他值太小啊, 或者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个数据被覆盖, 也是一致性读的时候呢, 呃, 他就没有找到, 或者说flashback的时候呢, 出了一致性读, flashback也会爆出这个155, flash, flashback, 就是说, 你, 你flashback实际上就是去某一点嘛, 把表, 会, 把这个查询, 去查某一个时间点的这个表的信息, 但是你把这个表, 到那个时间点去查呢, 但是时间, 那个时间点上这个安度上的信息已经被覆盖了, 那就会爆出一个155的, 总而言之, 不论是什么原因爆出这个155, 都说明你这个回滚段, 是有一些地方需要关注的, 一个是, 他的这个回滚段是不是不能扩展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回滚段的retention, 是不是设的有点小啊, 或者说, 你要不要把它那个guarantee, 那个东西给他, 强制的给他, 那个属性给他安上,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字段, 嗯,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字段啊, 看这个, no space error count, 啊, no space error count, 这就是那个什么呀, 就是说, 你没有扩展空间了, 没有空间了, 没有空间了, 报错啊, 这种次数啊, 这就说, 这没有空间了可能的原因, 第一个, 你回滚段没有设成自动扩展, 第二个呢, 你回滚段所在的表空间, 的确是磁盘上可能都没有空间了, 他想扩扩不了了, 不论哪种原因, 都会导致这样一个错误, 那么有这个错误之后呢, 你一定要小心了, 在这两列, 最好这两列都为零啊, 都不要出现数字啊, 这是最好的, 这个actiblogs啊, 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啊, 在快照的这个时间段里面, 有多少个活动块啊, 这么多活动块, 第二个呢, tilled啊, 这是什么, undo, tilled, undo, or, retation, 就是说, 这个调整了的这个retation的时间, 之前我们不是说了吗, 这个retation, 就是那个undoretation的一个参数啊, 是, 虽然我们可以给它设一个参数, 默认是900秒, 但是oracle会动态的来调整它的这个长短, 所以大家看每一次, 在每一个每一次快照里面, oracle都会调整一下它的长短, 看到没有, 都会动态的调整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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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那么它的这个长短和什么有关系呢, 就和你这个在这段时间里, 你那个sql语句的执行时长啊, 有关系, 如果执行的时间都比较长的话呢, oracle就倾向于把这个这个值要调的大一点, 为了不会不会出现这个一致性读的这个错误, 是吧, 这个字段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把这张表的整个这个字段贴给大家了啊, 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大致都说过了啊, 这是那个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那个回滚段的这个回滚段号是吧, 这个回滚段的这个数据块,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产生的数据块, 有多少个事物啊, 那个最大的事物的执行时长是多少, 然后呢, 这个最大的这个sql的sql id, 然后这个最大的并发数, 这都说过了, 这个, 呃,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an, 我看number of the time stu, 这个就是说, 对于一些还没有过期的数据啊, 还没有, 还没有一些过去的数据, 就是说还在那个retation那个时间段里面的时候呢, 这时候的他去尝试去从这个里面去这个偷啊, 他这写了一个偷的意思啊, 盗取的意思, 就是说不应该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么这时候呢, 可能也是不好的啊, 那就是说, 一个的可能就是空间分配的时候还是有问题, 他就去, 只能去把一些还没过期的数据去把它覆盖掉啊, 这样的, 所以你对这个的值的时候, 如果出现比较大的话, 可能要关注一下, 呃, 这个和那个差不多吧, 那个也是啊, 这个就是那个, 呃, 重用啊, 就是说还没有过期的一些数据块的重用, 这个也是和那个一样的, 啊, 就是说不论是这几个哪一个发生, 这个安, 安Expired的这个, 哪一个发生了啊, 都说明这个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那个还在这个, 我这个保留期里面呢, 那么你就去把它给覆盖了, 这总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啊, 啊, 这个就是那个过期了数据的一个那个, 这和他相反啊, 正好就是已经过期的数据的一些这个操作啊, 这几个我们就不说了啊, 这个都很清晰, 这个是1555那个已经说过了, 这是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空间的一个报警的次数啊, 这个就是活动的块的次数啊, 这个就是这个, 呃, 有多少那个, 看啊, total number of blocks in呢,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 一共有多少个那个没有过期的数据啊, 没有过期的数据块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有多少个那个过期了的数据啊, 最后一个是那个他的这个调整, 动态调整的那个retation的时间啊, 就是这样的, 呃, 总而言之呢, 呃, 这里呢, 这个每个字段, 他不是, 他的意思还是很清晰的啊, 大家一看后面的解释就能看懂了, 呃, 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去怎么会去, 呃, 用它, 呃, 呃, 怎么用呢, 就是那要看你这个回滚段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呃, 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你就要去相应的解决嘛, 你看哪一个字段, 比如说异常的大的话, 你就要去看, 呃, 比如说你这1555这个, 总是出现1555, 那这时候你就要看, 是不是这个回滚段的空间不够啊, 啊, 是吧, 无法扩展, 还是他没有射程自动扩展, 这两, 两种原因都有可能, 呃, 不论怎么说呢, 我们说这个关于这个UndoTablespace, 也就是说这个在自动, 在这个, 呃, 呃, 自动管理这个模式下, 这个Undo所在的这个表空间, 呃, 关于它呢, 有两个需要说的, 第一个就是呢, 在建库的时候, 11G下面在建库的时候, 他就必须指定这个Undo, 不指定这个Undo, 你数据库就不让你创建, 啊, 这是一个强制的, 在11G里面, 而另外一个呢, 我们强烈建议啊, 把它设成这个自动扩展, 这个, 因为现在的磁盘好像都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 现在这个存储都都比较大了, 呃, 即使你说你的数据库非常非常的大, 你的数据量非常非常大, 呃, 呃, 那实际上安度对于你的数据量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它不会扩展到多大, 能扩展到十几G, 啊, 一二十G, 我觉得就就了不得了, 就很大了这样的, 呃, 因此呢, 把它设成自动扩展是一个好的办法, 呃, 你看在这个, 用这条SQL, 就我们就看出这个DBA, 呃, Data Files, 这个下面哪些表控接触对应的数据文件是扩展的, Auto Extensible, 呃, 就是, 是它是不是自动扩展的, 只要是yes的话呢, 那都是自动扩展的, 在这里面包含了我们这个安度TBS, 也是这个自动扩展的, 啊, 呃, 差不多我们这个安度啊, 这一块就是这样的, 呃,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吧, 就是说, 回滚段呢, 它, Oracle创建这个回滚段呢, 我觉得它最开始的初衷可能就是要实现数据库的毒血, 互相不干涉, 也就是说血不会阻塞这个毒, 我认为它的初衷啊, 就是这样子的, 呃, 这个在当年啊, 可能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呃, 我在看这个, 呃, 一些国外的文章的时候, 特别是asktom, asktom大家知道, 大名鼎鼎的asktom的网站啊, 就, 他们就非常自豪的说, 他们这个Oracle的这个安度啊, 很了不起, 呃, 他会, 他去笑话那个, 呃, 微软的sigle server, 说他们会阻塞一个, 呃, 事物没有提交, 就会阻塞其他的一些查询, 呃, 还有其他好像db2也有这个问题, 呃, 当时就是Oracle就用回滚断的这种方式来解决了这个, 读写啊, 互不干涉啊, 互不, 互不干涉这种, 呃, 这种很好的解释了, 解释了, 呃, 解解决了, 呃, 所以是个很好的技术, 呃, 因为这个技术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他就, 因为你操作的数据不是同一个数据吗, 你这个别, 用户1啊, 是吧, 呃, session, session 1的时候呢, 他修改这个数据块, 而我这个另外一个session 2读的时候, 去读这个回滚断上的数据块, 他们两个互不干涉, 他们两个操作数据块不一样啊, 就会出现一些这个, 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155这个问题啊, 因为他们不是对一个数据块做的操作吗, 啊, 所以他这种自身的机制, 呃, 导致了他几乎没有办法解决这个OIA 0155这个错误, 这也是一个回滚断, 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啊,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回滚断呢, 他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副产品啊, 我们说Oracle其实有很多某一种技术, 演发衍生出一个副产品的,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蕊杜啊, 他本身就是为了数据安全来考虑的啊, 这个, 呃, 使用了这个蕊杜, 记录这个蕊杜的信息, 结果后来产生出了一系列非常优秀的一些产品啊, 包括我们的DataGuard是不是啊, 还有这个Streams流啊, 还有现在流行的这个GoldenGate啊, 全都无外乎都是分析这个蕊杜, 这就是说这个叫做那个无心插流柳成荫, 就是本来在其中, 呃, 为了其中某一个目的来做它, 却无心, 在无端之中啊, 衍生出一些很有价值的一些, 一些一些这个产品, 可以认为是一种产品啊, 来, 那这个也是啊, 他本身用来解决这个读写和互不干涉的, 然后呢, 现在却可以实现对历史数据库的一个查询了, 叫做回闪, 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 一个, 一个技术啊, 因为比如说你一张表, 你把它删了一条数据, delate一条数据, 然后你还commit了,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要怎么样恢复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删除之前那个时间的一个数据集拿过来, 然后用不完全恢复, 恢复到那个删除之前那个时候, 才可以, 那是一个非常万般无奈的举动啊, 呃, 但是我们现在直接用这个flashback, 就可以把它删除之前那个数据给它查出来, 然后重建一张表就可以了, 关于flashback, 我们又有另外一张要讲解啊, 这也不再多说了, 总而言之啊, 回稳断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技术,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是, 我不是鼓励大家去研究它的内部机制啊, 我是鼓励大家去看回稳断对你这个自己的, 自己所在的这个生产数据库里面, 它会有没有对你这个生产数据库起到一些副作用, 或者说你去通过自己的一些观察, 比如说刚才我们给了你一些试图, 去观察那些试图里面的数据, 来看你的回稳断的设计啊, 是否那个需要有没有可以优化的地方啊, 主要是用来做这个的, 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精力啊, 放在这个系统的优化上, 数据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数据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因为数据库就是保证数据安全的嘛, 除了数据安全之外, 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这个优化啊, 因为什么呀, 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这个信息系统依赖性越来越强啊, 不论你现在你看大家天天用手机啊, 或者什么东西, 他其实后台不是都在操作数据吗, 这个这个数据的这个处理速度的快慢, 就直接这个决定了这个用户的体验啊, 所以这个性能绝对是王道以后啊, 因此大家, 我建议大家在考虑数据库的时候, 第一个是安全, 这个没得说, 数据是不能丢的, 那么第二个呢, 你就多把时间啊, 放在这个关于性能方面的一些, 一些这个关注这方面, 绝对我个人认为对你的这个个人的价值提升啊, 是有好处的,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儿, 下节课我们再见, 下节课我们再见,